骨刺不用開刀 復健就好 我跟你講九層的骨刺 大部分是無害的 你的脖子往左後方 這樣子做 你的手會麻的話 唉唷 那就是你神經有壓迫了 你可以下巴再往上頂 喔 更緊耶 你會覺得更緊 對 大家好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明星醫療室 我是營養師 明華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今天的場景不一樣了呢 沒錯 我們來到了戶外 今天來到的地點呢 就是圓立復健科診所 我們要來突襲我的好朋友 侯忠寶寶醫師 來看看他平常在整間 到底做些什麼神秘的事呢 來 跟著我一起進來吧 走 整間非常漂亮喔 聽說他在第一個整間 我們來看看他在做些什麼事情 唉唷 裝得蠻像的喔 欸欸欸 保醫師 幹嘛 不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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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找你就是要拍的 還不拍 我沒有準備好 今天來找我的好朋友 保醫師喔 其實我們真的很久沒見了對不對 對啊對啊 好像快一點 我好願意來你茶水也不準備個一杯 這樣是不是有點不 好 我等一下幫你倒數 不過沒關係啦 其實我們今天來找 保醫師更重要的是 要幫觀眾朋友來詢問一下 平常我們現代人常見的一些 姿勢不良啊 導致著身體疼痛啊 或關節的一些問題 我相信保醫師給我們的答案 絕對是重要跟珍貴喔 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 機會很難得來到你的診間喔 雖然我沒有帶健保卡 但是我跟你諮詢的問題 你應該會回答我 我考慮考慮 考慮完了 OK 其實今天主題 是大家都聽過的一個詞叫做骨刺喔 那我甚至有聽過有朋友是滑手 因為現在幾乎人人都在滑手機 可能使用時間又太長 姿勢不良等等 真的會有這種滑手機 滑到脖子長骨刺來找你 那至於說骨刺到底又是什麼 為什麼它會有骨刺的一個產生 骨刺是什麼 來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來來來你手借我一下 那麼快就要吃豆腐是不是 來來來來 這樣子有沒有刺刺的 還好 一點點啦 我跟你講骨刺跟這個沒有關聯 所以骨刺其實不會刺刺的 其實它本人滿幽默的 骨刺不會刺刺的 這裡剛好有一張頸椎骨刺 就從側面看起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裡尖尖的 這個就是頸椎骨刺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是透視圖 所以它其實不是刺 它是一圈的 這是頸椎模型 我們從側面看起來 它如果長骨刺 這一整圈都會長出最深的骨頭 骨刺只是一個真相 就告訴我們你長期姿勢不良 所以你骨頭這裡壓力過大 就像我們皮膚 你一直摩擦它會長繭 會變粗對不對 骨頭你一直給它過大壓力 它就會長出骨刺來 但是骨刺不用開刀 復健就好 我跟你講 九層的骨刺大部分是無害的 因為九層骨刺幾乎都長在旁邊 它比較不會繞到沉浸 它就會覺得這裡酸酸的 跟這個骨刺可能沒有直接關聯 但是骨刺 你長骨刺只是告訴你 你已經長期姿勢不良了 所以這個骨頭 最深的一些骨頭出來 所以你要做的其實是要 改善姿勢 改善工作環境 不要一直低頭滑手機這樣 基本上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關鍵 就是骨刺就像我們現在講的部位 是局部在脖子 但是如果比如說它可能嚴重 或者是部位 真身的不同的話 是不是會影響到全身 包括你剛剛 我剛剛聽到一個關鍵字 手麻 或者是其他地方 是不是會有一些問題出現 其實全身有關節 全部都有可能會長骨刺 那很多長輩是手長骨刺 手為什麼會長骨刺 手為什麼會長骨刺 他做事做太多 他會覺得這個指尖 腫腫臟上的 然後你從外觀看到 他是不是比較粗 這個就是長骨刺 這個就是長骨刺 其實全身有關節的地方 都會長骨刺 因為他是關節中間的壓力過大 你長期這個關節壓力過大 他旁邊就會長出多深的骨頭 對 常常喜歡摺手指的人 比如說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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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種會 哎呦 對就是這樣子 是會容易長骨刺嗎 這不會 這不會喔 對 因為之前有個實驗 就有一個人去摺了他手指20年 等一下 這邊沒有長骨刺 這個實驗也太久了吧 沒有喔 沒有 他摺了20年 照一光沒有骨刺 沒有比較多骨刺 OK 所以跟摺手指沒有直接關聯 OK OK 那其實提到骨刺 接下來我們就動作題要進入了 至於說動作題當然第一個就要 大家最常見的 因為人人都在滑手機 而且使用時間太長 可能也是導致骨刺的一個原因之一 那如果真的我手機不離生 我都是要這樣子 不論是工作啊 或者是玩遊戲等等 這樣子我又怎麼樣正確使用手機 才可以減少我們頸椎的一個負擔 那其實大部分人玩手機就是這樣子嘛 對對對 但是就 心理只要改掉習慣就好了 我們要坐正一點 收下巴 然後把手機平視 不要這樣子 你就記得 就是千萬不要把脖子往前身邊 烏龜脖 如果是站著的話 我通常就會用這樣子 你會隨時看到我就是挺胸縮下巴的樣子 所以你只要記得啊 就是挺胸縮下巴 然後眼睛指示 還有什麼其他的姿勢 有可能也會傷害到你的頸椎 就是駝背啦 其實有一點駝背的話 那你的脖子 你就會覺得 欸 你跟我說要縮 可是我怎麼縮不起來 或是縮了他就會覺得很緊 所以還是記得前面的口訣 一定要先挺胸 挺胸 縮下巴 如果你本身就有一點駝背圓肩 不要圓肩就是把它挺胸 然後微縮下巴 挺胸縮下巴 然後脖子不要太用力 這就是你的正確姿勢 然後眼睛就盡量看前面 那有的人會說 他一定要往前工作的嗎 你就要整個身體往前 不要只是脖子往前 是整個身體往前 整個身體往前 或是你的椅子 甚至要調整一下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自我檢測在家裡 比如說欸 我真的都是像剛才 保醫師提到的 可能手機姿勢不良啊 或長期做辦公室啊 有沒有什麼動作 是可以稍微的檢測一下 我們脊椎 對 可能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比較簡單的這個動作 我們就會往前低頭 如果你可以正確低頭 你的下巴會幾乎可以摸到 你的這個胸口 然後後來往上扬 可以看到天花板的地方 然後我們會往側 有的人就會覺得卡住了或緊緊了 那左右比較一下 請旁邊的人幫你看 是不是兩邊的角度會不太一樣 往左轉 這樣子轉 所以你會看到左邊大概90度的地方 這個是OK的 有的人只能轉到這邊45度 就會表示你的頸椎關節卡住了 OK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脖子往左後方 左後方 如果你這樣子做 你的手會麻的話 那就是你神經有壓迫了 OK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剛才 保育醫師教我們這些動作 我忽然想到 就很多人他很喜歡那樣子 比如說 就稍微做一些 他覺得好像是伸展 這個是正確的嗎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發出聲音的叫做 頸椎的小面關節啦 就是叫小關節 它為什麼會有聲音呢 就是你平常已經姿勢不良 你給那個關節過度壓力 所以有聲音是代表不好的 有聲音通常就是那個關節已經不在很好的位置 OK 已經壓力太大 所以你會覺得我好像動一動 咔咔咔咔會比較舒服 咔完之後你的關節壓力會降低一點 比如說我們手指頭遮一下 你可能會覺得鬆一下 半小時 你可能會覺得是關節鬆鬆的 脖子也是一樣 你咔完會鬆半小時 但是如果你的姿勢沒有去調整 比如說你的肌肉還韌性 那大概半小時之後就回復正常 所以根本還是要平常的姿勢要正確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我們平常啊 日常生活中 我們有沒有什麼簡單的一些動作 可以稍微訓練一下 我們這個肩頸這邊的一個強度這樣子 那其實頸椎有一些核心的肌群 可能大家比較少聽到 那頸椎核心肌群就是在脖子裡面 前面這兩條的深層 那我們要怎麼練呢 所以我們就先坐正 然後我們用兩根手指摸我們的下巴 然後輕輕往內推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 你的脖子後面這裡緊緊的 OK 大概維持這個動作 5-10秒鐘 然後再放開 做5-10次左右 你就可以訓練到你頸椎核心肌群 順便把你後面比較緊的地方拉一拉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訓練脖子比較外側的一些 複核心肌群 就是比較外面這樣子 我們可以用手掌頂住前額 然後我們往前用力 那這時候你會覺得脖子前側有點用力 大概也是維持個5-10秒左右 然後做5-10次左右 這樣子 側邊也是一樣 就是手頂頭 側邊也要做 那右邊也是一樣 頭跟手比利器 你就會覺得 這脖子這邊緊緊的 就是正確的 接下來伸展 就是可能 有人覺得脖子後面緊緊的 你就這樣子 雙手放在頭 然後有點往下壓 你就會覺得後面比較緊繃這樣子 這樣伸展大概30秒至1分鐘左右 那你就做1-30次 其實我就覺得伸展到比較不痠啦 那前側其實也要伸展 那前側怎麼伸展 就是看天花板 你可以下巴再往上頂 更緊 你就會覺得更緊 對 你就會拉到這個 這個叫頸破肌的地方 很多人這個地方很緊 你就下巴進去往上頂 其實真的頸椎就是一個中樞位置 如果真的剛才保育師提到一些動作 沒有緩解你的一些不適的話 真的就去找保育師原力復健科診所 來做一個解決 OK 今天我們古次的這個議題呢 給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希望大家從我們內容當中 可以解決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疼痛感 讓我們的生活品質提升 那當然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進行討論喔 我們明星醫療室 下次見 拜拜